为了让65岁以上的高龄志工 可以藉由专业的培训 在各关怀据点打造有品质 又专业的行动咖啡馆 天元慈善功德会 特别邀请到了道跑达人薛庆光 来为长者上课 想要蹲出一杯好咖啡 其实得经过好几道程序 天元慈善功德会 邀请道跑达人薛庆光 来为各关怀据点 65岁以上的高龄志工上课 来 慢慢泡 一泡 两泡 再来 第三泡 慢慢地 从焖蒸开始到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透过水的压力 慢慢地把咖啡里面的 昂贵的蒸分 养分跟微量的处理 我们这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在新北市大概94年开始推动 那我们希望透过受训这一些 65岁以上高龄志工 让他们可以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或是在社区里面 透过这样的咖啡文化 一个品味的一个服务 然后去带动社区的民众来参与 那最主要也是透过在研磨咖啡当中 可以训练老人的一个积赖力 然后呢 透过这样子有一个比较专业性的一个话题 可以让老人家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 那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元素 让社区的民众去体验一下 现在很流行的咖啡文化 豆子的栽质 日赛啊 开始 到烘焙 到研磨 到冲泡 一关一关都有一些技术在那边 那如果你处理得不好的话 咖啡其实很伤身体 因为它有咖啡因 那一个正常人起码有六个小时 咖啡因在身体里面心风作浪 所以会有很多的心气啊 不舒服怎么样 那这个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很容易就变成这样的一个 所以很多人就是怕咖啡 不敢喝咖啡 然后呢 不得不喝咖啡 他不知道其手已然 那现在尤其像这些志工很有爱心 愿意为社会奉献时间的人 我们起码让他知道一下 咖啡的真正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面向 这老师考我一定会去不太高 不要倒太多 倒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杯子 好了好了好了 台湾喝咖啡的人口越来越多 但是想要好好品尝咖啡 包括选豆 水汁以及冲煮咖啡的心境都很重要 张哲们透过学习都觉得很有收获 你是人生旅途上有些东西不是你所了解的 那有这两位老师介绍我们以后呢 我觉得我知道会太少了 那可以找见我今天我学的 对咖啡的认识 对人生体上的健康呢 更推广出去 然后我们可以到社区啊 或者公园啊 到那些大家介绍呢 保护自己健康 能让我好好活下单天日 谢谢 目前主办单位规划 先培训两批共60名咖啡志工 希望这群学员在拿到结业证书之后 可以到各个据点 打造有品质又专业的行动咖啡馆 记者方建凯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